引導是讓人士一步一步向前走 仔細看這隻機器狗有六條腿 這是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研發出來的機器導盲犬 可以透過AI進行語音辨識 現在呢 我通過語音對話 然後告訴他我要去哪裡 控制他的速度 就是我拉著這根盲棍 然後如果我需要它快一點 我只要往前一直推它 如果需要它減速的話 我只要把手往回帶拉一拉 它就會調整速度 目前這款機器導盲犬正在測試階段 研發團隊希望能填補導盲犬不足的問題 中國的一共才說400多隻導盲犬在服役 那也就是說我們有將近2000萬的盲人 這個是不可能用導盲犬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機器人來做就有點像汽車一樣的 我可以用汽車的生產方式 批量生產 這樣呢 就會很便宜 機器狗有攝影機和感應器 可以對地理環境做出判斷 也可以透過AI技術 規劃路徑 識別紅綠燈 至於為何是六隻腳 不是四隻 研發團隊解釋是為了更穩定 我們自己認為呢 就是六足就相當於 我們這個攝像系統的三腳架 每次都有三個腿 控制身體 那麼是最穩定的一個類型 還有一個特點呢 它走路是可以跑也可以走 但四足很難走 它必須跑 也就是說它的聲音很大 就是落腳聲很大 總在敲地 這樣對盲人來說是一個障礙 從使用者體驗 試圖優化設計 讓科技造福更多人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蔣新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